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我是让庞统跟赵云对老师施放大热计 黄中跟马超负责给放计的两位提升杀伤力 背棋计不止物理攻击 连计策威力都会加倍 庞统烧一次肝宁就损失了2921的兵 真香啊 不过没关系 总攻击跟他耗啊 打完后先进入建安城再马上出来 这样待会就能直接用神行符跳过来 先往北方前进 这里有一个洞穴 沿路也是一直使用烟穴弱弹 咦 靠啊 才中断一下就马上预敌啊 在洞穴最深处可找到消食 这是待会要用的道具 接着直接用神行符回到健安 城北这棵树的下方可调查到老树枝 上方也可调查到攻击力加150的铁锁毛 可让武器比较弱的武将装备 刚刚用掉了一些烟幕但再补充一下 接着跟旁边这老头说话 将消食与老树枝交给他 他就突然卷款潜逃 其实不是啦 他是去城外帮我们把通道给炸开 在出城时原本下方无法通过的河川地形 被老头炸出一条通道来 继续东征之路吧 下面这座山寨就有点难打了 镇守此处的是大都督周公井 看他的技策有玩腹 疾免 暗杀 就知道这关卡不简单 同样守关的还有雇佣与看责 在吞食天地游戏里 智将永远是最可怕的 不过幸好这座山寨位于水边 刚好来试试从未用过的洪水技 一样先帮庞统跟赵云增加攻击力 靠腰啊 赵云中了周宇的疑心技 几回合无法行动 洪水技不仅伤害大 一次还可攻击全部敌人 清除敌人超快的 只是刚好这一战敌人都是智将 比较不容易打中 比较不容易打中 水水水 不亏是凤厨啊 接下来就是总攻击的时间啊 看 周宇一个玩腹剂 又把我打回解放前 靠腰 不行不行 这样会死啊 灵老师咧 差点被大嘟嘟给玩死 嘿 水哦 我也学会极免技了 本来还在想可能用不太到招魂单说 这下要再回去捕获才行啊 zekro 李绝米匀 对小兵 帮 Marg不把我玩脑水 帮我购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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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路吧 烟幕弹又是带不够 会打到想哭 下一座城 跪姬又是在水边 爽到了 我查了一下 这个字其实要念跪才对 以前都念成快姬 这里的手将就简单多了 除了孔明老哥外 其他都不够看 看我用洪水技玩死你们 也是一样 记得先上废极技 这样打起来会很爽 看黄中被离间了 不过你们也要有命活到下回合 轻松过关了 轻松过关了 跪姬城常有不少好东西 这里调查到的是金玉盔甲 而上面的井边则可调查到连弩 是弓的强化板 可以攻击两次 2 简直到大搞 Prozent 大小鲸川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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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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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